再看到瑞穗香年度有机蜜香红茶评鉴比赛结束后 农会除了特别设计专属的有机蜜香红茶得奖茶的新款包装礼盒 在今天上午会同农粮署冬区分署以及农会三巨头 到东森、嘉明以及明鹤茶园三家金牌得主的茶农贴榜庆贺 而三位茶农一致表示坚持有机生产 提供健康自然又安全的茶品永续大自然的环境 农会三巨头以及农粮署冬区分署长官亲自道府 为今年瑞穗香有机蜜香红茶评鉴比赛的金牌奖得主 贴红榜让放鞭炮请贺现场喜气洋洋 嘉明有机茶战 东森有机蜜香红茶金战 不论是紧战迷人好喝 拿下五斤的年亚端 两斤的年俊成 还有拿下一斤的高兆许 有机蜜香红茶评鉴这三位金牌茶王 以致坚持有机生产 并表示提供消费者天然健康又安全的茶品永续大自然环境 因为那个小绿叶蜜只有25天的生命期 你如果说把用农药下去的话 它从软死掉 你再怎么做都没有那个香气 没有这么迷人的那个果香蜜香花香都有 像这一次评程也评到很高兴 因为今年的小绿叶蜜在十月下旬就来了 所以说小绿叶蜜越多的话 制造的这个蜜香红茶的蜜味 还有果香味花香味都非常的好 光临农产业积极朝向友善有机生产发展 尤其在茶农们的支持下 有机茶在足面积也逐年攀升 农粮署东区番署等上级农政单位 也以有机农产农机具资财等相关补助措施 辅导协助花莲的有机农产业蓬勃发展 不管是我们农粮署东区分署 那甚至是所谓的花莲改良产跟花莲县政府 其实在花莲部分 其实都一直在积极的推动有机农业 那有机农业来讲 那除了我们有所谓的验证费跟检验费的补助之外 那其实还有所谓的有机农业奖励跟补贴 那每年呢会 你有通过有机或有膳的话 那政府呢会再给予大概三到八万不等的 所谓的对地的奖励跟补贴 日子香农会积极辅导有机农香红茶产业 四年前开始推办有机农香红茶评件比赛以来 产值水准标速提升 农会总监事黄顺黄表示 今年度首推专属有机农香红茶得奖茶的新款包装 做区隔 扩大茶饮年龄市场 我们瑞税香的有机农香红茶办理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届了 那瑞税的有机的茶园也逐渐的在扩展当中 不管是友善或有机的部分 那我们的面积都不断的在增加 那这也是我们办理有机农香红茶评件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一方面这个对土地友善 那另一方面就是希望消费者能够喝得更健康 今年有机农香红茶品质水准大幅提升 尤其金牌奖的茶品 茶糖香甜 温润有底韵 浓郁的花果香气让风味更加迷人 寒冷冬季相当适合品名 天然健康又暖身 记者十一遇蓝瑞士采访报道